大美乡有很多人问题已经冗业第三 不过因为向来在很困难 部分第四和三要发展不完全 委属婦人管政府前往大美乡 去行行动主管回报 以典型创新的概念和平清讨论 希望透过新科技一起和典型企业合作 应有网网大美乡的第四 另外困了典型加过的因此问题 也在这次的会议上 这会和平清做一个报告 大美乡有很多人问题 不过一直缺乏行销的机会 委属婦人管政府这次就 典型大美乡去行行动主管回报 以典型创新的概念 来向向亲做讨论 在我们这个大美乡的典型创新来说的时候 我们都会合选来结合 包括结合典型的一些企业 新养也好 凉作也好 台义也好 希望共同的东西 因为有科技的带动制 企业也好来做一个好的管理 另外这方面我们大美乡的典型创新 也希望我们能做一个 较好的人文的环境 那也把整体的产业发展 透过地方创生 如何结合 将地方的这个问题来改善 甚至能够带动地方 创造就业机会 针对困交台乡吃贵的饮水问题 关键有十字木权危机 已经到这中间六亿的经费 做建设和经济 当时在台乡涉地 驻驻风载社区 减轻在害所大来的损失 大批这几年在水利的一个建设 有很显著的一个建设 包括在沿寒大牌 旧砖大牌 还有后锅子排水 都有一些水利建设 总争取建设 大概到五亿六左右 因为当我们大美乡的当兵 水头的水 在大水来的时候 它就先折留 就跪下去的大户口 要免得比较油 一些蒸头 我们近年 我们的鞠匠 我们都去国川去看 我觉得这个浩江浩 水风道 这条效果 是终于百多倍 在情商关的问题 关键也表示 将会积极向中庸来刑处 希望由中庸和平方做配合 除了可以做冲心 最主要还希望 可以去年轻人过乡 我想大批箱 这几年来 尤其这十年来 我们都看到 人口是负成长的 尤其是已经负成长 高达15%以上 那怎么样 让我们的长者前辈 可以在这里 有一个非常适当的 一个长照的服务 那再加上怎么样 让我们青年 能够愿意留在地方 来增加地方的这些 生育率 那我想这也是解决 人口减少 人口老化的问题 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 这是一个行动派的先政府 心理名义代表 我给予百分之百的肯定 帝衡要推动 是有很多问题 虽然去虽然解决 透过行动主管会部的机行 哪可以了解帝衡的诉求 未来的经费的 运用上面 也能减加角色 真的很解决 同时期的问题 记者丹目 欢迎赞 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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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